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搬过来以后 我的书舍在宇阳楼 上课就是东坪路 东坪路十一号 九号 七号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 府中的这个草地还是很大 现在进水很小 但是在府中的第一年 我学二户 学了一年 我这个人那个时候 我这个人很小 十几岁嘛 就是这个思想是很不稳定的 就是觉得这古琴比二户好听啊 我不要学了 我马上也写个报告 就改学古琴 就很随意的 就改学古琴 那个时候 学古琴 要改专业 要打报告 打报告呢 要将往同意 然后回来 我就朝复进镇上去 课了一个我爸爸 屠杖 你干什么 两毛钱 屠杖 我在中学就学了 高中就学了三年古琴 原来高中是四年纪 到了大学的时候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脑子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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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了 我学古琴 张志堅老师说 你还学不学古琴 还学古琴的话 你不要跟我说 我现在我最大的指数 我都教你 你到北京去跟吴景乐先学 后来我当时呢 就是很崇拜一个人 崇拜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 叫余慧勇 马上找奖学 然后就听他谈中文音乐啊 习权 那时候我就要学理论 做起来 我就又改了 我就学了一部这些作用 所以就学了五年 五年以后呢 学校就分配工作 就把我分配到贵州 因为我成本 就变加学了 变加学了 没多久就是 山东省经济台要做学 然后就招了一部 李贵勇 那个时候他已经很重视他 这么样的东西都很重视他 那么他说 宁愿去找贵州一个同学去找他 后来他们去找贵州招 招了他 但是 我在那儿也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歌舞音的作曲 也不是很重要 当地也很排外 那当然他们也找到我们不放 不放后来又回来 你再一个文算给 一会儿 你们还是去找他 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我的身价就比较高了 那么也去找 这个通过很多关系的 领导的关系 当时文案开始了 我就掉下来 掉下来 就在山东待着很短的事情 就在北京 北京那个时候就参加那个 红灯记啊 这些地方 就是搞经济院 因为我在一开学校之前 我已经参与了那个 就是那个时候 李贵勇在上海经济院 上海经济院搞那个孩子 是机会不像 那个时候呢 就带起来的同学 两个学生 一个叫庄德城 比如说现在没办法 李贵勇可能不认识 但原来 后来一直在歌剧团队里 上海歌剧都有选择 现在团队里又还大了 他本地有期待 就我们两个人去 我在修卫会上去做 他在台湾去做 那由于这个原因 就会介绍我们修卫会上去做 修卫会上去做 后来我就到修卫会上去做 后来我就到修卫会上去做 我在那一段时间 很长的时间 就是参与这个戏曲 这一段时间 对于我来讲也是很有用 为什么很有用呢 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很乱 很乱的就是 每个单位都是 批都归 很乱的 我们是外单位 借过人 可以不参与当时的 单位的一些活动 那么就安安静静坐 就是这一段时间 那么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学的很多东西 京军 管学员的配器 有很多地方 有实践的机会 写东西满安排 也还要进行这一段时间 也很棒 这过了 过到文化大革命快完的时候 快完的时候 那个时候北京 我们那样满 台湾在北京的西原里 西原里 西原饭店 在西原饭店 在西原饭店 就是一个居住在等什么任务 我还记不掉了 那么这个西原饭店里面 有另外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叫 《勤真色改革小说》 那个时候呢就是 它有一个是录音录像是 录音录像是 录音录像是 就是搞的 节目大成啊 就是 《勤真色改革小说》 《勤真色改革小说》 你的姓势叫 名字我记不清楚 hands on the idea 一直在裡面 什么 傾求是 un hair, unfair 这三个 有时候我们吃饭也碰的到 但是我心有点动 耶 这个样满戏搞到这个程度 搞到现在的程度 已经 在我来讲 我搞 eight or ten 搞这么长 就是这样 创造方法 都是领导给的 这个 什么三突说 什么突说 主要英雄人物 这些套东西 已经 有点异 就说是在这个艺术上走,你搞成有政治的人来管教你,教你怎么,时间长了,你不行。 虽然那个时候亚马西这个艺术上很简直,但是它受很多政治上的要求来主宰,政治来主宰这个系有主要的英雄。 这个其实很特殊,里面很多事情到现在我觉得说不清楚,就是亚马西这个政治上应该否定,但是在艺术上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可取的。 政治我们现在后来在恢复亚马西上海搞过,同江林还出来唱了一个《知识会》。 我说,那这样就是,咋死都死。我有一次碰到同江林,他说,我现在真能到了,不可能到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 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搞一样的一个作曲,我已经有点腻了。 我这个老师有点觉得时间长了会,觉得腻。 我想,现在应该静下心来谈谈情,这个谈情就是为了恢复身体健康。 当时也没有这个其他能够对的,没有什么做的。 我后来是请吴先生,吴正恩先生,帮我弄来一个情。 就是我现在在我家里,只是一个名单的情。 我后来起了个名字叫《忘忧》。 有个曲子叫《忘忧》,《希罗大行动的忘忧》,《训练的忘忧》。 我希望通过这个谈情,忘记这个人生当中的忧愁,也有点富有风扬。 实际上我们还很年轻,就试试。很多世界上的试试,人生的事情, 还不是太久,想的也不是很多。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谈情恢复, 我就开始看得很安静。 后来我就又回到山东。 洪能基基础说以后,我回到山东西西西大北台。 从那个时候,我就又离开北京,到山东西。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情。 有一个情而已,谈的也不是很多。 然后,到亚马市。到一年的时候,四八岛倒台以后,我们就没事情了。 那个拉小资金的人啊,崔元昊的人,一个个都跑走了。 北京来,就是想办法弄到北京上海了。 我就一直在那儿,觉得很无聊。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谈情。 谈谈情恢复过去。 一直到八四年,我就离开京都台。 到南京一起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比较多的经历,就关注在秦上。 而且我在八五年的时候,我得到了这一场, 这一场就在那一场。 那个时候,秦上花的功夫,就多了一点。 而且那个时候,在198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两个德国,东西和西的, 德国和西的,就联邦德国,有个德中友好协会。 他们呢,有人听过我的情。 他们就请我到德国去,开独座营业会。 那个时候是,在德国1986年,开了十三场独座营业会。 从那时候回来,对我思想非常大。 我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接触到那边的音乐家,那边的艺术家, 他们在生活当中的态度,就把我原来的那些艺术、音乐, 在我生活当中的位置,完全改变。 我们接触的教育是,音乐,艺术要为政治服务。 这个概念,生的不正常,更生逆会。 那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 同时呢,就说,对于古琴的价值,西方人,他们也开始思考。 我觉得,那一次也说,我增强了自己。 我情商,下个功夫也多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那个地方,在中国那么多人, 对于古琴是不了解的。 你把听啥声音给他听,他绝对要睡觉。 那么到那个地方,那洋人能不能进化。 后来我想这样,我不要改变。 就是改变我的情去适应他们。 我用我原来,我认识的古琴,应该的古琴。 我用我原来,应该的古琴,告诉他们。 那么,至于你能不能接受,我没把握啊。 那我后来想,我豁出去,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 你不接受就拉,我就要按这样活。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音乐会上演奏,九个曲。 第一个就是平安的曲。 现在这个曲子,很有名的曲子。 你看,音乐会上从来没人谈,几乎从来没人谈。 为什么?很安静,就是没有什么那种所谓的音乐的演出效。 那么在那个演出的时候,因为比较很受欢迎,是我倾施演出的。 所以,我后来在情商化的时间,同时在理念上研究上也花很多时间。 这是大使我的一个经历。 它的一个经历。 那么,我现在讲这个题,我就是,这个情侣传承的过去和现代。 那么,情侣传承的过去,它就是说,要做情史。 这个情史,不是说,可以两个小时能讲清楚我们的内容。 情史,我们这个犯罪很大,需要这个资料很多。 需要你了解的很多。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出的情史书片和一些论文, 这个远远不够,远远没有把我们中国古代情侣发展的历史搞清楚。 那么,我想简单地讲几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同学上,肯定有一部分同学, 他会去对于古秦的情绪,将来会有很多的研究, 或者将来就是这个,以这个自身为专业。 那么,在这个情史那么复杂的,那么悠久,因为历史太长了。 那么,你应该抓住几个点,就是这个几个坐标一样, 你去注重你那几个组。 你同盘的,你慢慢就不断地,这要花很时间。 就最早我们说,情是远古的神龙啊,这个位置不可能。 但是他只能说清对于一个话,情是非常古老。 那么周代的情,周代的情,是比较有,比较有把握的。 我们现在出图最早的是,最早的是,满文队的情。 满文队的情,我是几个月以前我在那边,我看到满文队的情。 那个是,那个是七旋。 七旋之情。 那个不是,满文队的情是,十旋。 十旋情呢,它这个尾巴不像我们这样。 一个情,没有这么长,稍微短一点,尾巴一点,下面是这样。 这个方式。这个是,情呢,就是这个,那个尾巴的部分。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石木,就是半相体。 半相体。这个半相体,到汉木的,满文队汉木的情是七旋。 那个时候,还是个半相体。 还是个半相体。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形状比较靠近了。 但是那个情上面,跟那个十旋的情一样,还是没有灰。 没有这个情灰。 没有情灰呢,它这个情体上,它有一些,这个情不平的。 就说明,你不可能像蒙先生。这样的音不能做出来的。 那我想,这个情大概是一眼之后空向的位置。 一眼之后看的位置。 因为你没有灰点,你不能谈作反应。 因为情体不平,你不能谈暗音。 我在野口文有几个点。简单的,只是这里很简单。 那么,一直到汉道、唐这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改变比较大。 因为唐情到现在,是流失很多情的唐情。 那么流失了唐情,唐代的情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它变化的是什么呢? 它变化的是情的款式。 这款式不影响它的根,就是洛霞诗、忠仪诗、乐诗、诗矿诗、诗矿诗、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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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等等。 这是形式上,就是你这个人是那个人了。衣服画画,样式画画而已。 本质上,唐代的情,我觉得到现在,因为它流失了。 而且唐代的情,很多情还能够发出声音。 比如说,你们现在听到这个情,里边写的是唐情。 我为什么说写的是唐情?它里边写的就是唐情。 但是这个情会作假。 其实因为是唐代的情之前,后人会作假。 那么历史上也有作假,也有作假。 所以,我不怕它说实,这个是什么。 当然也可以说,这个就是唐情,我认为这个是唐情。 那么,到唐代以后,唐代,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字, 最重要的一个字,留下一个字来,就是转抄那个卷字谷, 那个幽兰,这个叫幽兰。 所以它幽兰是国字谷,非常清楚,是从日本。 就在反派过来。这个大家我看都知道,我不要多讲。 那么就是,这个卷字本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后面有几十所情绪,六十所。 就是情绪的取名。 那么,情绪的取名存在了以后,你可以根据后来的谱, 有的有谱,有的没有谱, 你就可以,就是这个情绪,就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情况。 同时呢,也反映了当时,在这个唐代,唐代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样的,就是文字谷。 那么说,水果,唐出,那个时候发明简字谷,朝着简字谷。 那么就是说,水果,唐出,唐出,发明简字谷。 我想唐代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文字谷,简字谷都开始, 但是简字谷一定是很初期待,那么文字谷可能也在用。 那么,到了宋代, 宋代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的简字谷的, 这个清谷去宋代。 就是,江北市的那个补院,还有江北市的补院,还有石林寡记, 一个杂叔里面的那个,黄英寅。 主要是,主要是这些,就是能够就看到,跟现在很激进的简直。 这是南宋,南宋经文。 那么,一到明代,一个很大的事情,音符。 大量的情绪就出来了。 最重要的神经秘魂,这个大家大概,你们一进水一下就会考试, 一定要考到这个题目,1425年,神经秘魂。 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清谷的很多曲目是这派的。 这派的,因为南宋的这派,就是把契约,把这个古琴艺术, 从契约上得到高度的发展。 那么,像国筑画者,他们的琴艺,非常,非常, 在艺术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的很大力。 就是,原来琴歌,和契约同时发展的时候, 琴歌比较简单,节奏也不是那么复杂。 那么,契约画成琴,就是艺术的表现, 琴的演奏技法,就是往上推。 那么,这个,这派的《神经秘魂魂》里面很多曲目是这派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琴歌。 而且里面也有执法,也转入了太古明的执法。 这些执法,到现在,没有很大的变化。 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小的变化。 这些早期的简直不知法,他可能,可能把那个这个一玄,一玄呢,他说说大玄。 大玄,实际上这个大字,它是代表的是一玄,而不是大字的大。 他当大字的大,也是用这个柜子放飞。 唐代,自从朝柔发明简直符后,一直到明代,明代前期, 1425年开始有大型的古琴的取集。 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曲目,叫西洛汤秦统。 西洛汤秦统又过了1549年。 西洛汤秦统又过了1549年。 西洛汤秦统是安徽,安徽有一个摄线。 摄线,这个字有点复杂。 一个盒子,一个女王的女王,这有一个字。 是一个签,签人签人签。摄线。 那个地方呢,就是出那个墨,夜台。 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姓王,叫王智。 他呢,是一个大的。到现代,就是摄线那边。 光性是个大型。 下来这个是这个树下人家。 他就在这个摄线的西面,造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叫西洛汤。 他在那边大概三十年。 用三十年的时间,收集各种情供。 收集各种情供。 他就收集了就是一百百,一百六十多多数。 就是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神奇名。 神奇名上,有的他没有。 有的没有的他,收集了。 这个就功劳很大。 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当时, 印了这个西洛汤情统以后, 过了很多年,我们现在一本也找不到。 一本也找不到。 我们现在找到的西洛汤情统。 《情趣既成名》出版呢,是超过的。 而且丢了第六卷。 第六卷是执法。 我觉得还好。 执法虽然丢了一点可惜, 但是这个系统呢,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情绪的中查到。 西洛汤情统的曲目很多, 而且很多很重要的曲子。 比如说,他一共是二十五卷。 二十五卷的最后一卷, 是由五个曲子。 这五个曲子, 他是把它说为一个令策。 为什么令策呢? 比如说,正调放在一个, 他编书的时候, 瑞宾的, 他后来收集情统, 有找到几个调, 这个调只有一个曲子, 或者两个曲子。 没有办法归到前面的那个大瑞里边。 他说就是一个令策。 我讲了一个令策。 他就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都放在最后一卷,二十五卷。 这二十五卷呢, 因为我当时, 我曾经打过一个谱子, 叫忘忧。 就是二十五卷。 打了以后呢, 很长时间, 我又搁那儿来, 我后来又要打, 又要打, 又要想, 忘忧很好, 我继续再打。 因为你这么多情谱, 你打苦的人, 你凭什么选这个情谱, 或者那个情谱? 所以那个原因。 那我是因为, 我当时把我那个, 北京得到那个情谱, 起了一个名字, 忘忧。 我想, 我有一个情谱, 忘忧, 我应该把这个谱子打出来, 我就打了忘忧。 后来, 我隔了一段时间, 我再继续打苦的人, 我说, 忘忧这个曲子很好, 他在西路堂的二十五卷, 我说, 是不是能够再打西路堂? 西路堂情谱, 我说一句, 就是我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 并不是非常地, 有意识地, 对这个情谱有多少了解, 做这件事情, 还是有一点柔然, 柔然的一些, 一些过程。 后来我就开始打西路堂情谱的另外一些曲子。 现在, 这个曲子, 西路堂二十五卷, 我都打出来, 都打出来, 这是了不起的。 里边的凤香千人, 那是非常了不起, 好听的曲子。 乌竹琴, 也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深刻地, 作为对一个人生思考的一个哲学题材的一个, 了不起的说明, 从里面很美。 还有一个叫陶渊春晓, 陶渊春晓也没几年, 那曲子非常美, 曲子不是很好, 但是非常美, 它的音界也好, 它的执法也好, 都非常古老。 但是这个曲子, 陶渊春晓也比较容易听得懂, 因为它这个题材很显一, 就是根据它这个, 有后期的, 就是根据陶渊春晓的《桃花元气》的内容, 来做的曲子。 那么, 它这个曲情, 和它的这个《桃花元气》的故事, 这个题材, 是完全我们的, 非常好听, 也不难谈。 那么, 后来我最后打了一个曲子, 就是明君, 也是西洛南京都的, 这个曲子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就是我打的谱子, 比如说文旺昌, 我整理的谱子是四名, 这个明君是七名, 很长的, 要谈四名钟。 但是过时, 过时分钟, 过时分钟。 这个唱片我都录了, 这个, 这五个曲子, 还有另外我打的文旺昌, 是在乌钢琴谷, 是明前其人, 也是这牌, 虚猛的琴谷。 还有一个, 邓四川, 是沈七名, 这是第一个曲子。 大家都好像觉得, 情况下打不打了很多, 其实我打不打得很长, 一共打得起。 很多人一打二三四个, 快得不得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力那么强, 一个礼拜打一个曲子。 这个其实后来还有, 我把我一些别人打的曲子, 我整理的, 比如说扎先生打的东平修士, 陈唐琳打的龙朔操, 还有我原来老师教我的一个曲子, 我把这三个曲子, 我以后我写了文章, 也做了那个吉普, 我就把它集中这十个曲子, 集中了。 在八年多前, 我们的书, 书版, 想法处的现状, 可能有一些东西有, 可能有一些东西有。 现在讲到西路上青童, 不大。 我后面就留下来, 不要再讲了, 就讲现在。 现在就是在我进这个学校的时候, 那个时候明月十四, 我高二的时候, 明月十三年, 1957年, 那个时候呢, 魏忠亮老师, 这个人, 我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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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言, 我们进了清清, 他是个苏州人, 明月十四, 我每天学他, 他在苏州话那个词道的词, 叫词, 发言很特别, 我们进来学他, 自己人很小, 明月十四, 那个时候就有古琴啊, 他有, 有古琴, 那个时候有很重要的老师, 比如说, 王孙子先生, 就是, 王昌远的爸爸, 王昌远的爸爸, 他说, 由于他, 对于浙江, 这个, 一些民间音乐的整理, 放在古琴上, 他放在古琴上, 成为一个浙派, 浙派很重要的, 古琴的浙派非常重要, 那么, 古琴的浙派, 古琴的双手, 双手, 双手, 双手坛, 都是非常, 在现代, 现代, 对现代, 真来讲, 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手, 魏先生, 魏先生的琵琴, 魏先生的琵琴, 其实魏先生的琵琴是非常棒的, 因为, 但是, 因为他的琵琴的名气太大, 就把琵琴的名声压下一个, 你们去听魏先生的琵琴, 最预产的, 极其精彩, 我是没有跟魏先生学这两个学生,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两个学生, 我现在的唱片里面, 这两个学生都是, 听了魏先生的琴琴学, 但是魏先生呢, 是教过灵友人老师, 灵友人老师, 灵友人老师是直接跟我们学, 因为他在那边更正宗一点, 更正宗一点, 但是, 就是有那么多的朋友, 还有, 还有土耳王浩我, 还有孙玉的老师, 是建築, 建築, 金镀梨, 神经人, 王当人就是, 叫幺东越, 同时, 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 不中的时候, 还有一些怪却, 比如说, 我當時學古針,我很喜歡古針,朝鎮老師來教,我跟他學古針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年輕,沒有像現在那麼框框多,也沒有四千富富想那麼多 真的很好聽,我也學了,我就學了 我到了大學以後,我也學做改,我想學管學樂法,民族管學樂法,我應該了解一些琵琶 我就要學一個琵琶,我就學個半年一年,琵琶上的字法,我就掌握 我學了琵琶,抬了一個洋蔥白講,老師是誰你知道嗎? 貴先生,很可惜我學了半年,現在現在都可惜 我學了半年以後,稍微一點,我說我不學 我說你怎麼學這麼半年?我說我是為了管學樂法,了解一點知識 就是那個時候,老師的條件就這麼好,現在就是真正的大師 現在說我們大師,這是有點騙人了 那個是真正的大師,那些衛星人,那些衛星人 衛星人對於這個琵琶上的功力,和他的獨棄上的功力 你聽的是,好像你是無法達到他的那種境界,他那些氣度 你聽他的流水,他就追一下,因為無法達到他的那種氣度 準備這裡有一點詳細 那麼,我現在再講吧,我現在再講吧 我現在講到,2003年,11月,在巴黎宣佈,聯合國宣佈 那個時候,我在台灣南華大學教授,正好可能是做一次講座 我也講了,我說這個事情,我非常擔心這個事情以後 有兩個不好的循環,那是什麽循環 我說,一個是古琴的政治,還有一個是古琴的商業法 那麼,那些同學們就是說,商業法,你想商業法我們還能理解 你想,這個政治話,我只能理解,台灣人也不懂政治 沒有,我們到了很懂政治 那後來,我就慢慢跟他們解說 實際上,這個政治話,還是很可惡 到現在,我覺得還是存在這個東西 把這個古琴,本來藝術的東西,加上一些跟真正的東西 一定要掛起勾來,掛起勾來呢,下面又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做的過程,就跟藝術沒有關係 每一所美酒 造成的 那麼,現在,我都以為古琴《徽惡中文化英餐》以後 我們現在都這麽重視,北京有70個青函 我在四川聽,北京有70個青函 那麼多人去做青函 到底,就是說,我們原來的古琴是一個小茅草房子 但是裡面可以吃飯 可以睡覺 可以休息 可以喝茶 現在我們找一個高樓大廈 很大的比這個要大多少 現在這個人數不得了 或者說我們去找了一組大橋 那麼這個大概是好事情了 那麼現在你看這個上海 特別是北京 北京最多潮琴 那麼多人學習探索 但是你細想 很多的交情 就是說中國的 我們現在就是鋼琴 小提琴 琵琶二胡這些樂器 你沒有五年 十年的功夫 都會去教學生 現在補琴 會三五個曲子 我可以教練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是好還是不好 只要是我畫上誰的 是誰的學生 是誰的什麼人幹的 這裡面有很多片局 這裡面有很多片局 那麼開這麼多會議 很多會議 你知道是打什麼嗎 是燒人民品 燒錢 你把會議 這個會議 像我們這次會議 戴老師濃烈到 肯定花的錢很少 花的錢很少 因為真的不需要花很多錢 現在這個會議 一百多萬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肯定在燒錢 所以這種事情對香港是真好還是不好 大家可以考慮 而且呢 我在臺灣的時候 我也接觸到一堂文財 我在大陸也接觸到一堂文財 我接觸的人不是很多人的 我在家裡 我自己每天 我過我自己的生活 我每天 每天要訪問人 沒時間 繼續跟誰 他 很多人 陳老師 有一個在錢 談得怎麼樣 他是不是流汗 他學了已經 學了四幾年了 我已經 我實在是因很多動物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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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敢講了 人家都是很難 因為很多人 有一些臺灣人 還有一個請問 這個 文科的茶都很抱歉 這個座的位置 大家都很羽毛 我講很多哲學 講很多哲學 最後聽的曲子 我都覺得有點不好聽 我後來我說 聽情怎麼聽的 怎麼樣好 怎麼樣不好 我教你一個秘訣 什麼秘訣的 你按我的方法 你就知道 已經能去別的麻煩 你覺得聽的好聽的就是貪腦 聽的不好聽的就是貪腦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就是 現在用得很神秘 很神秘 就是 走路 就是 本來這個一個人 身體很健康 心力很健康 就是 我說怎麼會學情 學得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 這個我講了 我可以說 我不怕了 你們以後就犯了 你們以後一定會接受不正 所以 我認為 這個 古情古字以後 該不該承認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承認的是好是不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考慮 也不是說現在成了以後 又怎麼樣了 我們又怎麼樣了 它原來怎麼樣 就是 你原來該做怎麼學問 就做怎麼學問 原來好聽的 原來不好聽的 你沒有一個音準的 這個情就這麼好 這裡面沒有什麼哲學 沒有什麼神秘的 沒有什麼哲學 觀察 也不好講 觀察 因為你們既然對古情有興趣 一定會接受古情 社會上的情況 因為現在很熱很熱 還有一個 你們如果要學古情 我勸你們 你們買情的資格要消除 騙局特別多 騙局特別多 交情 哪怕你一百塊 兩百塊 三百塊 四百塊 它還是幾百塊 你讓如果說你買了一個 買了一個明代的情報 你拿了五十萬 三十萬 裡面是先來的假照 那你這個手機就大了 因為現在造型的技術 通過古情這幾年 造型的技術 長得很快 確實是進步很大 現在的斷門可以亂爭 造的斷門可以亂爭 所以說有些明家都能夠騙過 就是明代的明真 所以它是先來的假照 因為現代科學的發達 把傳統的輕易工 輕易的一些藝術 一些知識再結合過來 它怎麼不快呢 怎麼不快呢 南京醫生有一個輕易的 一個企劃的老師 他說這個造的斷門 在輕易的一些技術裡面 並不是非常難的 他跟我講的 因為他們就知道 搞這個專業就知道 並不是非常難的 所以說現在有很多琴的假的 很多琴的這個琴 聽你一般話 他賣一萬多年 但是有很多造琴的人 經過很多努力 他琴造的很 確實是有很大進步 但是通常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琴造的不錯 太貴了 你這個琴 什麼造的不錯 我覺得這個 我賣我可以掙五千塊 我吃八千塊 我吃一萬塊 但現在人是好幾萬 另外一回事 就是我講的 古琴的上一話 這很害人 好 我現在不多講 現在多少時間 好 一個多講 可以了 好 我現在彈上去吧 這個題目 古琴傳統的過去和現實 這個題目是一個很滑透的地方 講什麼都不 講什麼都不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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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裡 這個 去那裡 這門戴上那樣 你給我照相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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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在听那个发张资料唱片的时候 我对这个曲子印象很深 我就想想学 结果呢 这个扎先生的录音去对照情书大学其他的版本的谱 对不上 因为扎先生在谈的过程当中 他打谱 他改了 他就是说根据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些地方改了 这一部主要是情书大学的 他有一些地方 二乡情土 有一些地方 西路上情土 所以他写的扎夫系 大谱 叫改 那么 哎呀 我要这个拿 后来我想 这个曲子很好 我一定要把它发扬框了 后来我就根据扎先生的录音 我们重新记录 完全重新记录和记简土 那么简字图呢 也把它改 改什么呢 因为情书大学上面的简字图 它是不记辉封的 那不记辉封的 比如说 七玄的这个地方 七辉 是六封 那我们现在七辉六 情书大选 那一类明代的情土 它不写七六 它写七八 什么意思 不是七回八方 而是七回八方之间 在什么地方 这个照 那么 我想 现代人 大家已经不习惯这个谱了 我就把它改成现代人 就是清代 清代大黄克琴谱以后 就开始汇丰 许青山 这个人功劳非常大 它是真正的余山派的有贡献的人 那个严惩是有点起倒退作用的人 但是它地位比虚神还高 那后来我就把这个谱子呢 就是柬埔和柬埔都重新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 记下来以后 我是冠过几次的 这个谱子 我觉得非常好 它这就是一种秋天 一种人生 人在秋天的时候会伤感 因为气候的变化 植物 树叶也黄了 风吹过来有点凉爽爽了 那么人会伤感 那么这个时候会想到很多东西 会感叹人生等等 这个情绪也就是这个 扎先生这个东西就是呢 它是一种非常浓厚的一种人文气 人文气非常儒雅 我觉得扎先生的情风是古朴如雅 文真气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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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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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